大家好,今天是6月27日,星期四,明天是星期五 這樣就是有道光價了 然後到我們看看今年的市場 10元又不好,又跌了 變成升板塊,只剩下兩個,這麼少 那就看看,繼續也要看 第一,黃金和貴金屬,一定會跌下升 最終都是升的 家庭及個人戶,這方面有些 其他那些,也有很多ETF 工商和專業服務都很小 影響不到大市,零售也是一樣 不太看 所有貴金屬方面之中 我再提及,中國白銀集團 這一個,它不是真正有銀 只是交易的平台 然後跟著其他那些,連山東黃金都跌了 有些個人和家庭之中 這些時裝主要端了6個先 升了47% 這些基本上,除非你是大股東 不是你都賣不到的,所以也不要走 其他那些是其他機構的投資 工商和服務方面,我看到很多都是 有些升,只不過很多是 不可以影響到大市方面 其他地方,零售百貨方面 其他地方,零售百貨方面 基本上都是小的,這些大些都是 基本上都是交頭不活躍的 所以也不會有太多的影響 其他地方,我們看看 一般來說,一片綠色,跌到一隻狗 小米今天還跌了7% 大市方面,因為升不上去 始終是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現在是177.60 曾經跌穿的,177.33 現在也跌穿了,177.42 跌穿了之後,又如何呢? 是,十分之不好的 十分之不好的 十分之不好的 這裡便跌穿了 跌穿了 之後呢,可以沉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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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沉 千萬不要明天就像這樣大跌 如果明天就這樣大跌的話 即是還有幾個好想跌的 由於由這裡一跌的話 我們來看看 基本上看看 看看 這裡如果跌穿的時之中 那天,它是158 然後跌到149,最低是147 158至147,即是中間可以是不見了1000點 即是這裡,如果明天再一個大幅跌穿的話 是可以這樣跌 所以需要十分,十分,十分,十分之留意 有貨的,應該要考慮 重貨可以考慮 好了,我們看看今天有什麼可以留意 SMPT522